大家好 今天關心到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今天在台北市的中山區舉行禮民座談 而同黨的這個立委參選人王宏威 以及隔壁區的士林北投立委參選人張斯剛都來陪同他 而今天侯友宜也在這裡宣布了他的老人健保證件 包含了全台的65歲以上長輩 以及原住民55到64歲 大約是有400萬人來受賄 可以獲得這個健保的全額補助 來聽一段侯友宜的最新說明 因為中央只提供滿70歲中低收入 才能夠有健保的全額 這個對保在中南部的這些縣市民們 他很有感覺 為什麼 因為很多的南部中部的縣市民 甚至東部的大家都離鄉背景 孩子們都出外 所以都是少子的話 年輕人如果就少 你回到故鄉一看 我如果在我村上看 都是老的比較少 都是長輩 年輕人很少 孫子更少 所以在這樣一個歧視底下 高齡長者在 我們中南部的生活上 他都需要更多的健康來照顧他們 那也是 因為城鄉的差異 讓他們覺得很不公平 為什麼兩種制度呢 為什麼別人有 我們沒有 台灣不能遺忘每個人 都是對長輩 一生奉獻的 我們這一塊所愛的土地 南北三島大陸 不過侯友宜被問到說 近期有許多政見包含了這個 80歲以上取消 80量表就可以請外籍看護 還有這個癌症的新藥基金等等 這個民進黨呢 隨後呢都有推出 類似相對應的政策 侯友宜也提出呢 雖然說這個政策 是他提出來的 不過他也樂見了這個 民進黨呢 可以為人民來謀福利 他也說這一點呢 是值得加許的 不過另外呢 這個周開也報導說呢 民眾黨跟國民黨 是不是有機會 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上面來合作呢 因為周刊就指出說 這個9月可能 藍白和是從立委先開始 然後10月呢 就會有總統這邊的合作了 對此呢 這個民眾黨這邊是否認這樣的說法 說沒有要跟別的黨合作 而且他們的這個參選人 柯文哲也會參選到底 而對此呢 侯友宜是語帶保留說 他會持續的繼續努力 來贏得選民的支持